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空性这两个字 但是内心没有那么一个文确确的了解空性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一个问题 了解空性之后对自己有什么利可同 或者对自己有什么长处 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想的 本身是我们是一个人类 人类不管做什么事情 第一开始想的就是我们从自己利益的角度来去思想 就是一个正常的 当然是了解空性就是比较高大之上的一种话的话 不了解空性就不能解脱 就不能成功 这是肯定的 连入到的很困难的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由自主的三界当中流转 而且被伤苦所折磨 从小到现在为止 我们受过多少的苦 受过多少的内心的痛苦或者折磨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谁都不想 但是他无法克制的 无法阻止的 其实这种的内心的苦恼都是 依于任何一种不正确的思想 烦恼的思想 导致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这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解决的方式是一定要有对立的一个思想 不正确导致所产生 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灾难苦恼 那我们就是正确的方向去思想 才能断除这个不正确的思想 那这样的弹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拥有的 颠倒是太多了 事例讲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贪心成会吝啬一心 那如果你断除贪心的时候 那你就是修此心 能不能解决谈心 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对立的 那你想要解决谈心的时候 优秀包容 能不能解决 没办法的 这两个心就是不是一个相对性的 不是一个对立的 学佛教育就是一个理性 科学 就是道理 就是这个 那所以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一种的教材是 谁告诉我们的 这是过去的导师释迦牟尼佛 再来就是纳莲托的一切的 印度的圣者 再来我们的祖师大德 他们就是以留下来的一种 非常善妙的一个 善巧的一个教育 就是对于人类带来就是一个无数的奉献 无数的就要帮助 那所以我们现代的人的情况来讲的话 时代就是代代就是变化了 这个肯定会的 没带的人的脑子或者思想都是有极大的变化了 这个变化是没带的自己的生活环境 生活的方式 或者收到就是周遭的人的仪式习惯 文化 受到这种的一个伤动或者一个怂恿的时候 那就我们现在大部分就不太学习佛法 只是一个民族的一个世界的荣耗富贵上面 民为利养等等 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你绝对是注意到很多内心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无法找到了解决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平时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无善事生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确实这个有道理的 那所以大家就是有了这个机会 我们平常讲善缘 今天我都在入习律当中讲到就是 同善缘者 同相同的同 同善缘者 跟我自己同善缘者的话 对他有极大的帮助 那一模一样的我们跟世尊的教育 导师的留下来的一个精神的教育 或者是印度大臣就是他们一留下来的传承贩卖 跟他有就是同善缘者 遇到如此这样的一个经缘是真的不容易的 时间就是我们自己拨出来就可以了 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心里有无想要去学习 大部分人没有了 那你心里有追求这个精神 很渴望的想要去学习 这个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善缘当中的 若干的 印手当中的最殊胜的最宝贵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你心里不想学的话 这个时间永远都在 但是没有用了 所以机缘 我们平常两个加起来的时候 从我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 机缘就是一个机会 缘就是同善缘者 能珍惜的 想要去了解的 这样子的人真的非常少 所以我们自己是少之当中的少 这个里面还是自己是一个其中之一 是一定要鼓舞自己 或者是欢喜自己的这样的善缘 一切都是值得 其实我们一般人 要吃很玩乐 游上玩舌 很开心 很好玩 最后的带来给你的都是痛苦的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坏苦 就是这个 玩完了之后 马上就带来给你一个灾难 这不是一个好好过生活的一个最佳的方式 绝对不是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学佛从导师师尊传下来的 这样一个出胜的一个方案的传承 精神一定要放在精力 不认识精神发生什么事情 遇到任何的困难 那个时候你拿出来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运用 这是一个真正的佛法的药医 用在这个地方 三界的所有的过坏 都是依靠肉干的烦恼而生的 痛苦是业障而来的 业障是由于任何的烦恼造成的 烦恼是从何到来 烦恼的主要的来源是恶我之 所以恶我之就是一个螺合的根本 所以我们平常重视大波日经 汉传也好 战传也好 反正就是大乘佛法当中 都是重视大波日经的原因是什么 他所讲的都是空性跟重空性的智慧 空性是一切法的基本的真相 发觉它 了解它 认识它的智慧 是非常殊胜的 任何法都它的救济的实现就是空性 认识它的心 智慧 所以见解都是非常殊胜的 为了断出如何的根本 修空这阶 它的道理在这儿 彻底断出任何的所段 都要修空这阶 那我们争取也好 承担自己这种空性的智慧的时候 唯一的方法就是博学多温 再来第二次思维它的内容 那了解了以后不断地篡行 了解这种的心不断地篡行 这个叫做一个羞耻 羞就是你发自内心 想要得到佛国 想要得到解脱 想要得到下一辈子人天国报 由于这种动静的情况下 去听思维不断地篡行 都是属于羞耻 学如中论的课的这个过程 希望每一个人心里 能建立了一个对空性的正确的认知 这是我的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大家也是一定要去好好去思维一下 我有电脑的空性介绍说 我知道空性 你了解两个空性的名字和手心 不算是你了解空性的 依靠它的空性两个名字 再去实实在在地去探讨任何的东西上面 包括我自己的生命 包括我自己的物欲观察 它是不是一个究竟是一个 在波瑞基当中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无自习的空 当然是无自信的话 它是一个无自习的空 这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地去思维一下 你不要满足说 我知道在如中论当中提到说空性空性 无我无我我大概知道 一切法都是无我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那你认为这是了解空性吗 根本不是 了解空性 你问自己就知道了 八字内心 你现在看到任何法的时候 对于这些法上面去观察 它是不是一个无自信 道理在哪里 你想的是正确或者是非正确 这个上面去探讨 才能够看得出来 自己还是不能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这里 十六空性第一个讲到的就是说 由本性而故 加了一个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本来拥有的它的个性质 一切法的它的体性 不是后来加进去的 任何的法一存在 那一刻就本来就是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子 它的体性就是如此的 本性而故 无自信是它的体性之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它就推理 言有也信空 这个言是什么 也根 知道吧 这不是眼睛 也根 有也根信空 这个信是什么 自信的意思 也根是自信成立的也根空的 那你看也根它是一个自信成立的也根空的话 那是它是什么 也根是什么 它是无自信的也根 那你看刚刚好 它的想法就是这个 任何的法 它存在的方式的角度来去推理的话 它不是一个自信有的话 绝对是有自信的 不是自信有的话 它绝对是一个无自信的 这两个是想不是说我们存在也不存在一样的 反正它是不存在的话一定是存在的 不是一个存在的话它绝对是不存在的 一个心的之间的排除跟成立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存在的话 这个心它就自然就排除了非不存在 那就是你知道它是不存在的话 这个心就自然就排除它是存在 一样的是非有或者自信成立无自信 这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逻辑来思维 也根是一个无自信 也根它本身是一个自信成立也根空的 故意跟你们讲的原因是什么 它彻底告诉你说 也根不是也根空的 也根是自信有的也根是空的 是自信成立的也根是空的 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是说 也根也是无自信的 也根自己的本身上面 根本没有自信有的也根的成分存在的 所以它就是自信空的 也有也系空 如是耳鼻舌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 你的耳也是自信成立的耳空的 鼻也是自信有的鼻空的 舌也是自信有的舌空的 身根也是自信有的身根空的 即一一耳 一根也是自信有的一根空的 那你看这个道理 我们在《波尔心经》 召见我于皆空 无是谁像未处法 无 眼见乃至无一世界 类似这样 它所以前面扎的无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没有自信有的是谁像未处法 就没有自信有的言而彼是生意 那这个详细的告诉你的时候 一切法的本来就是本性是无自信的 这样的原因你看 也根的话 这些有的也根是空的 鼻根上面 这些有的鼻根就空的 耳 这些有的耳就空的 那身根的话 这些有的身根就空的 那一根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些有的一根是空的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言而彼是生意六根都是无自信 它无自信就是强调 详细的去解释的时候 大概就是它的内容 就这个吧 比如说也根也是无自信 耳根也是无自信 彼根也是 那这样的话 六根都是无自信 那我们再来就是 无自信的道理怎么去想的 比如说自己休息也好 自己想法也好 如果你问答的时候 比如说 为什么叫六根都是无自信呢 六根是空性吗 对 这个一定要分开 六根是不是空性 绝对不是 六根是世俗地 空性是生意地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六根是无自信 所以六根是空性的话 那就错了 颠倒了 六根无自信的话 它是一个空性 所以这个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个中间的思想 比如说空性这两个字 法性空性这两个字 状有的名字 如果凡是空性的话 一定是生意地的 无自信的话 不一定是生意地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举例来讲 野根 野根 野根是无自信 但野根不是生意地 那野根是不是野根的空性 不是 那野根的空性是什么 野根的空性就是 野根无自信之空 叫做野根的空性 你看这个是一定要详细的去思维一下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这个毫不犹豫的 这样讲的 原因是什么 任何的法 不是无自信的话 一定是有自信的 所以没有自信有的道理 是一切法都是缘起 缘起依赖他法者的原因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是正确的 无自信本身的讲的话 六根也好 一切法无自信 当独讲 无自信的话 它是一个空性 没错的 任何的法 那如果它是无自信的话 一定是空性吗 这个不一定的 这个不是 是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但不是空性 你看这个想法就来了 那什么有法呢 举什么例子呢 桌子 椅子 这些都是无自信 但不是空性 知道吧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分清楚 无自信的话 不一定是空性 空性的话 一定是神一帝 一定是空性 那无自信的道理 就是缘起 一切法都是缘起 所以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那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 由本系而构 言有也系空 荣誓而彼舍 生及义 义而 六根 六根都是如此的 非诚而非坏过 它主要的道理 在这个地方 非诚及非坏灭过 它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自信有的常住 常住就是永和性的 不变性的 没有自信成立的一个常住的 那我举例来讲 这个是我们学逻辑的事 一定要小心的第一法就是这个 比如说有没有常住的东西 有没有常住 这个法 有啊 常住是常住 常住就是常住 常住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变化性 永远不变化的 非变化性就是叫做常住 那所以呢 没有自信有的不变性 那你就是有的话一定要找啊 甚至一定要给我们看 那你是什么 自信成立的永远不变性的一个东西的话 一个法的话 只给我们看 找不到 没有啊 根本没有自信有的法 怎么可能有自信有的常住呢 第一个就是道理讲说 六根是无自信的 因为六根不是自信有的常住 又不是一个自信有的坏面性 那六根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变化性 它是一个坏面性的话 但不是它是一个自信有的坏面性 它是无自信的情况下才有变化 所以呢 没有自信有的变化性 那你看第一是说 六根是不是一个自信有的常住 又不是自信有的坏面性 由这两个道理来讲就是说 六根是无自信 如果六根是自信有的话 除了这两个之外 没有其他的取消 两个是什么 常住跟坏面性 一切法归类为常法跟无常法 常法是常住性 无常法都是变化性的 变化性叫做一个坏面 如果它是这样的存在存在的话 是常住性的或是坏面性 任何一种 那如果自信成立的话 又不是常住性 又不是坏面性 那所以没有常住性的自信有的 没有坏面性的自信有的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六根都是不属于这两个 所以它是一个无自信 它这种的道理是大博人经里面提到的 这不是说月晨他自己提到的 非诚非坏过 那接下来 言的六内法 这个六根就是平上讲 六内法 所有无自信 你看 所有无自信 这种的内法 所有都是无自信 视名为内空 前面我们一开始空性的分类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了 中观音程派 不管是怎么样 人无我也好 法无我也好 它主要的就是基础不同的角度来去分类为 法无我跟人无我 分类是六个空性的时候也是基础的不同的 原因就是它取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那你看今天的就是说 我们拥有的六根是内法 不是外法 外法是什么 视身相为处法 外在的视身相为处法 被相续所摄置的外在的这些的东西 就是叫做外法 内法是什么 被自己相续心事所摄置的这种的内法 内外这样的分的 所以六根是不是一个内法 是 那六根是无自信 六根无自信叫做内空 原因是什么 它就是内法善灭的空性 所以它就是内空 是什么 我根本是没有人的 是什么 我根本是没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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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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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大威德金刚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慈人格西组法 日期8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信心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意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从前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的富翁 他拥有万贯家财 却生性绿色 从不不失任何东西给别人 对自己也十分刻薄 吃的是出茶蛋饭 穿的是破蓝衣服 伊丽莎有一位邻居 钱财远迅于伊丽莎 可是每天都吃大鱼大肉 还经常宴请朋友 伊丽莎见了 心怀疑惑 我比她富裕多了 她天天过着王侯们的生活 而我却过得像乞丐一般 我是不是太可怜了 伊丽莎很下心 杀了一只鸡 取出一身百米 躲到山上没人的地方 把鸡烤熟 把饭煮好 准备好好大吃一顿 帝氏天王早就知道 伊丽莎是个吝啬鬼 她见伊丽莎一反常态 准备吃大餐 便由心和她开个玩笑 给她点讯解 她变成一只狗 来到伊丽莎身边 转来转去 讨东西吃 伊丽莎对狗说 你如果能四脚朝天 停留在半空中 我就给你吃一点 话音刚落 那条狗已经腾空而起 四脚朝天 伊丽莎大吃一惊 只得扯下一点鸡皮 可是又实在舍不得 这样吧 这点鸡皮 我先帮你留着 如果你能让两颗眼珠掉下来 我再给你吃些鸡肉 刚讲完 那条狗的两颗眼珠便啪啪 掉在地上 伊丽莎高兴极了 这下好了 你眼睛瞎了 我就可以好好享受玫瑰了 她立刻端起食物 换了个地方 大口吃了起来 等伊丽莎走远 必是天王变成她的模样 来到伊丽莎家 一进门 就吩咐守门侍卫 等会儿 无论什么人来 都给我一棒子把她轰出去 接着她下令将所有财产 布施给穷人 伊丽莎一顿狼通虎咽之后 回到了家门口 刚跨进门槛 便吃了一剂闷棍 伊丽莎火冒三丈扔道 烦了 连我也敢打 四位完全没有理会 以这乱棒之下 伊丽莎摊在地上 再注目一看 家里已经空空荡荡 这时 帝氏天王变成一位修行僧 走到伊丽莎面前 问道 施主为何发愁 我被人戏弄 家财散尽了 施主 恕我耻眼 钱财乃身外之我 多了就会带来烦恼和祸害 像你这样拼命赞钱 却舍不得吃穿 舍不得布施 你找死去 反而成了恶鬼 即使投胎做人 也只能当下贱的仆人 你想想看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伊丽莎听了修行僧这一番话 如大梦初醒 从此改变为 乐与济世助人的大善人 学佛多一点 引导孩子乐与布施 及助人的观念 让孩子不要执着于拥有 因为拥有 不见得是真正快乐的泉源 反而会因为拥有了 某些财富或珍宝 却造成了患得患失的心理障碍 那么还不如快乐地分享给大众 也就是施比寿更有福的意义 佛教中有二十诸天的名称 他们是指释迦摩尼的二十位护法神 第十天是其中的一位 在道教中 第十天被称为玉皇大帝 而在民间则被亲切地称为老天爷 在中国民俗里 正月初九是所谓的天地诞成日 被很多百姓当作节日来请贺 主要因为第十天常下凡间 替亿万众生受苦 也常为了利益大众而请求佛陀开示 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都有他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